21年BFS 第八題 partnership 合夥會計的題目 這題目放在 Section C 最後一題 是一個合夥的綜合題目 他考慮了 Appropriation 即是分配帳那一課 到後面 Revaluation Dissolution 即是重複及解散 這三個課題同時都觸合了 整條題目其實只是長的 你說到很複雜或者很刁鑽的東西也不算 我們先看下一個題目結構 20分是怎樣出發呢 首先 Part A 就是我們身處於2019年12月31日 他就說他做完 trial balance 試算表之後 發覺有些東西漏了未做 就想各位考生幫忙做回 你看到只有4分做 current account 往來帳 其實主要是下一些分配帳的部分 所以 Part A 站在 2019年12月31日 然後到 B C 做什麼呢 很簡單 事件移動了一天去到20年1月1日 就是有一位新人加入合夥 那裏有些調整需要做 所以其實 B 和 C 考的就是重股的部分 或者叫做一個合夥的改變 即是當有人加入 退出或者改變選益比率的時候 我們有些什麼要做呢 這個是 Part B C 考慮的地方 佔了6分 而最後到題目下一版 就是 Part D 和 E 說 我們時間推移了一年 去到這個20年底 20年12月31日 他們經過了一年之後 就發覺合夥經營不善 最後就決定解散 要做一個 dissolution 這個是我們整條題目的邏輯 我們就需要由一年前做到一年後 如果你在早消息的會考 或者以前DSC去做這些題目 有些什麼你可能會注意呢 例如說 這裡我做完重股了 那我在這一年裏 要做一些利潤分配 或者是中間會不會有一些 好像17年考過 我們要做一個correction of errors 錯誤更正等等 但如果當你全條題目看完 你會發覺 其實它今年在一年前後這個位置 這個部分考得算是直接的 反而刁鑽少許的位置 其實會在前面這兩天的部分 所以當然我們順著做 頭段的片段會在前面的一些會計處理 後段的解散 其實你懂得做的話 都可以不用看 因為都真的相當直接 好了 講了那麼多片段 就現在開始做一個part A 在那次題目 你看到它沒有要我們做 什麼Statement of Financial Position 即是它是財務狀況表的 所以其實今次的處理 我們做part A 的Current Account 往來賬 我們都不用一邊做 然後一邊在題目的試算表 Trial Balance 上去記錄 即是沒有這個需要 因為這個題目 其實沒有特別要求 我們去追蹤數字 怎麼變 或者後面要做一個 即是可能說 從股後 或者改變後的一個 財務狀況表 它沒有這個要求 part A 只是Wong and Wu 兩個舊合夥人 所以新人加入的部分 你可以暫時忽視 我開這個叫做 往來賬 Current Account 它是資本帳戶來的 所以增加在貸方 減少在借方 分別 就畫在這裡給你看 我們要做這個帳戶的時候 我可以先寫一次日子 2019年12月31日左右 也寫一次 然後第一件事做的就是 Balance Block Down 乘上結餘 Balance Block Down 看看題目的試算表 那裡怎麼給我 為什麼我兩邊都抄了 因為你看到 Wong的 Credit Balance 132,000元 泰方結餘 代表是正數 A Wu 相反 147,000元 在借方 Balance Block Down 代表是一個負數的結餘 Balance Block Down 我們留意它有什麼未做 題目說 在準備了試算表之後 有以下的項目是尚未記錄的 Ital 1 是一個提用利息 Interest on Drawings 每年是5% 分別它給了提用的金額 和Drawings的日子給我 這裡我們要記錄提用利息 我在這裡 之後我用了一個 教學上會用的格式 就是一條這樣的柱 這條柱是什麼呢 這個就是用來協助我做分配帳 Appropriation Account 這個分配帳的起點是什麼呢 會是個 Net Profit 淨利 題目就給了我 是這個 9萬元的 分配前淨利 當然這個我們一會兒要做些調整 稍後再講 Interest on Drawings 其實它是一個僭建物 on top of 淨利 你多了一塊東西 就是說 合夥公司是可以收錢的 所以對公司來說 是一個收入 一個收入 Interest on Drawings 分配Vong和Wu兩個人 Vong那一個 怎麼算呢 就是提用的金額 整個提用的年利率 就是5% 記得數收支計月份 5月1日拿錢的 即是母主1、2、3、4、4個月 所以乘8除12 12-4就是8個月 Wu拿了9萬6 11月1日才拿 即是11、12兩個月 這就是提用利息 我這裡也寫了記帳 對於合夥人來說 提用利息都會減少他們的資本月額 所以會放在Debit Side左邊 那 Debit Debit 我現代帳戶借記的往來帳 Credit就是Appropriation 帳戶 帳戶就是分配帳帳帳 提用利息 記住要寫對應帳戶名 是分配帳 Appropriation 我按下帳戶 155% 乘8除12 那就是5千 另一個是9萬6 5% 乘2除12 那就是800 這兩位分別是5千和88 即是這個總數是5800 這個錢建物部分 Item 1就完成了 先記住 Item 1 Item 2 100分比 6% 不用數手指 不用計月份 另一個是30萬乘6% 80萬乘6% 86 48 48 18 48 18 資本利息 又是記帳上 partner收資本利息 會增加 資本利息 所以會 Credit 到資本利息 Debit Appropriation 沒有好 Interest On Capital 這是Item 2 Credit 4萬8 18 Strike 這是Item 2 最後是Item 3 Item 3 Interest on Loan Borrowed from Wu 它只能說 善收信合法人貸款 63 10%貸款 Borrowed on 19年7月1日 如果我們 RAW 如果找到合夥人借钱而未付利息的话,我有什么会计处理要做呢? 很简单,根据Business Entity企业个体概念 你间公司和Owner,即合夥人是分开的 所以你问合夥人借钱,在Business上的Treatment 你就当是问第三方借钱 即是说,如果你当好似问银行借钱 那你现在做了一个interest 你要补回那个interest利息,你怎么做呢? 那你就会借记利息费用 然后你credit去什么呢? 就是credit过,没有记录也没有付钱 所以就credit过accrued interest,即是应计利息 借记利息费用太矩,然后就计算个数 我们看看本金四万元,年利率10% 借了多久呢?7月1日2019年,即是今年 来到现在12月,6个月over12 即是40,000元,10%是4,000元,乘6除12,即是拿一半,那就是2,000元 即是这个就是做漏了,我们好像一个错误更正的帮他改 但是有一件事要注意 interest expense 这个账户呢? 利息费用就不存在了 因为我们的accounting cycle 会计循环已经是去到净利 net profit 所以这个呢,如果你真的做correction 的话,suppose你应该是准备了 profit and loss 即是借记住选益帐 那对于我们计算有什么影响呢? 就是我刚才说了,这个 net profit 9万元我就不能够直接用 我是要在这里减回刚刚我计算出来的2,000元 即是我的更正后正利应该是多少呢? 就应该是88,000元 好了,那Item 3 的作用就是这样 那你说,对我上面Current account 网来帐有什么影响呢? 你的网来帐其实还要计算多一件事 就是有多少饼子要分 这个阴影部分我叫做什么呢? 就是share of profit 利润分配 你本身呢,就88,000元 其实我们是做分配帐 88,000元,然后潜建了5,800元 intrust on Drawings 提用利息上去 减回资本利息,intrust on Capital 减48,000元,再减18,000元 即是说这些阴影部分呢? 27800元,就是share of profit 那如何去分配利润呢? 第一个,就是平均分配选益 share equally,即是随意 正数,正数是赚钱 赚钱就增加资本 所以这里是13900元 对应着就是share of profit 当然考试的话 你可以把我刚刚这个图像化的表述 变回一条算式写出来 甚至你可以开一个working 做个appropriation account分配帐 但我时间关系就没有这样做到 所以这个item 3 其实不会直接显示出数据 而是在share of profit 即是算利润分配的时候 才会反映下来的 好,1,2,3看完 上面没有什么剩下了 那我们再做balance carry forward 即是结余转下 今次来说 如果你按完计数机就知道 一正一负 那么我先做了汪 很明显的左手边也得了 5000元,是不是? 132.21000加 48000加 13900 193900 降到5000 就是 持續188.900 一更套算 193900 至於 Wu 左邊會比較多 147000加加 88000 加 147.800 188 降到 13900 Balance Carry Forward 結如轉下是115900 Wong 回到對面就是正數 Wool 回到對面就代表一個負數 我閉嘴帳戶 Part 1 就完成了